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法国的国民议会是以215票赞成 58票反对批准多项最新防疫措施 其中最引发争议的就是刚刚提到的疫苗通行证 因为法国政府将可以要求民众出入公共场所 像是餐厅 电影院 搭乘火车等交通工具 必须要出示接种疫苗的证明 而目前法国大约有78%的成年人已经完成接种 虽然周末还是有大批的民众反对疫苗 走上街头 但是人数比起过去已经减少许多 法国除了积极防疫 疫情期间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不错 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克鲁曼的赞赏 他认为这段时期表现最好的主要经济体 可能就是法国 2021年法国的GDP高达6.7% 是50多年来最高的数字 并且也觉得政府协助雇主支付劳工的薪资 是让法国就业率不降反升的大工程 不过在上周 法国有数万名的教职人员集体罢工 他们要抗议防疫的政策太过于反复 措施也落实的不足 要求教育部长下台 主要是春节班开学之后 防疫政策已经改了两次 原本确诊者的接触者需要在四天之内做一次PCR裁剪 加上两次的居家筛检 但是量能不足改成做三次 导致这一次的导火线 在法国全国各地有136场的示威行动 7.8万名的教师现身抗疫 而工会说超过四分之三的小学老师 还有六成二的高中老师都罢工了 教育部提供的数字也低很多很多学校 都是因为这场罢工而关闭 上课的情况又陷入了混乱 而法国七天平均新确诊的数字 是超过了29.4万例 虽然Omcron的感染都是轻症 但是当局还是认为 这个疫情不可轻忽 高举标语大喊口号 数万名法国教师在周四集体罢工 抗疫政府防疫政策招令戏改 法国疫情受到Omcron影响 急剧升温后 教职人员认为 学校现有的防疫不足 政策也速度更改成了罢工的导火线 全国总计有136场示威 超过七万八千名教师走上街头 在尼斯有愤怒的民众将马克宏的人偶抛到空中 而首都巴黎则有八千多位教师现身 据公卫表示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小学老师 和超过六成的高中老师罢工 教育部的数字则不到一半 但也影响许多学生到校上课的权益 不过除了教职人员 部分家长协会也支持这项行动 因为所有接触过确诊者的学生 必须在四天内快塞三次 包含一次PCR检测 尽管事后改成 只需要做三次居家快塞就可以 也让家长难以附和 抗疫群众除了诉求政府改善防疫规范外 也要求教育部长下台负责 但有消息指出 在总统大学将近下不太可能发生 总理卡斯特的办公室表示 会和教室工会的代表见面 但政府发言人在12日时 态度仍然强硬 法国七天平均新增确诊数 超过29.4万例 周二更创下自疫情以来最高记录 单日新增超过36.8万例 尽管政府表示不希望在多年后看到教育被怠慢 但是师生相继染疫 上课情况混乱下实在不容乐观 全球由Omicron引起的感染不断扩散 尽管出现的症状大多以轻症为主 但根据路透社的整理 仍有六项不可轻忽的风险 首先在广泛传播下 代表有更多演变成重症的机会 再来就是他仍具有高传染性 另外目前专家对于Omicron的长期影响 人不清楚是否会演变成长期新冠症状或其他疾病 都还有待研究 高速传播下各地也陆续出现医疗量能不足 治疗药物短缺的情况 最后就是更多的感染数 也代表未来出现新变种的几率也更高 这间位于英国的实验室内 研究员们日以继业的分析来自国内新冠患者的基因组 成功帮助卫生单位追踪疫情扩散 制定防疫策略 现在更获得政府资金准备启动线上基因定讯课程 与全球共享资源 病毒不分国界只有齐心抗疫 才能早日终结疫情 PPB的新闻总和报道 再来关注到的是上周开始 网球球王约克维奇杠上了澳洲政府 原因是因为他要入境参加澳网 但是他没有接种疫苗 澳洲是二度取消了约克维奇的签证 而周日澳洲上诉庭判处约克维奇败诉 代表他没有办法继续停留在澳洲 因为根据澳洲的法律 约克维奇未来三年恐怕都没有办法入境了 而最新的消息是 约克维奇在昨天晚间已经搭乘班机离开澳洲了 而目的地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城市杜白 就在澳网开打前一天 球王约克维奇确定在签证上诉庭中落败 将被澳洲政府驱逐出境 球王的签证二度遭到取消 而且这次上诉失败 也代表他可能未来三年禁止入境澳洲 约克维奇发表声明 说对法院的判决极度失望 不过他也尊重法院决定会尽快出境 澳洲总理莫里桑也表示 欣然接受联邦法院的判决 至于墨尔本人完全不同情球王 只是这场球王签证审判 还是获得全球关注 约克维奇早上一现身 就被大批记者包围 还有摄影记者和约克维奇的坐车擦撞 差点摔跤 签证闹剧总算告一段落 西班牙蛮牛纳达尔酸溜溜地说 约克维奇打不打根本不重要 约克维奇没得打奥王 纳达尔也有更大机会成为史上第一个大满贯的21贯王 再来关注美国的防疫战 这几个月 美国的工卫专家不断批评拜登政府 太过于依赖疫苗来阻挡疫情扩散了 现在白宫终于动起来 宣布要来发放免费的快筛试剂和口罩给美国人 来对抗Omicron 而现在Omicron 让美国每天的确诊病例数增加 降近80万例 算一算平均每秒钟有9个人筛减呈现阳性 而拜登政府力推的疫苗 在共和党等政治势力反对之下 目前接种率还是只有62% 美国保守的最高法院最新判决表示 驳回了白宫对于大企业的疫苗令 不过还是可以强制联邦资助的医疗运所员工 大约是1700万人施打新冠疫苗 对抗Omicron 美国总统拜登赞出招 宣布将加码广发 共11个家用快筛试剂 以及免费高品质口罩给美国人 拜登也加派六个军事医疗团 上千人到六个州的医院支援 包括纽约 纽泽西 密西根 罗德岛 新墨西哥和俄亥俄 目前全美至少1000家医院 面临严重人力短缺 不止医护不够 儿童入院人数也创新高 因为它是这么多感染 医生表示三分之二 新冠住院儿童有脉性病 很多都出现呼吸窘迫 这名八个月大的女童 确诊新冠肺炎 发高烧呼吸困难 她原本就是早产儿且体重过轻 她的妈妈接种了疫苗 但小孩太小 还没有疫苗可打 医院说这里住院的新冠患者 大多没打疫苗 而美国保守的最高法院 13号以6比3 挡下拜登政府对大企业 发出的疫苗令 影响超过8000万员工 疫苗令规定要接种 不然就要戴口罩每周筛检 保守派大法官认为 职业安全卫生署 无权规范公共卫生 不过最高法院 还是允许对联邦出资的医疗机构员工 约1700万人发布疫苗强制令 拜登也向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喊话 希望他们做对的事 并举联合航空为例 在联合寄出自己的疫苗令前 每周平均有一名员工死于新冠肺炎 如今已接种的员工连续8周临死亡 现在全美一天平均新增确诊78.6万例 百分之98是Omicron 每天仍有近1800人死于新冠 美国CDC疾管中心主任表示 死者大多是前一波Delta变种的病例 看看美国CDC最新的新冠地图 红色显示全美99%的菌都属高度传染 过去一周平均每秒钟有近9个美国人确诊 不过好消息是加州湾区和波士顿地区 追踪废水中的新冠病毒 发现部分地区疫情已接近高峰 开始趋缓 下周白宫将宣布提供免费口罩计划 根据拜登总统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不戴口罩 美国CDC也将更新口罩指引 建议美国人把布口罩升级到KN95或N95口罩 不过这类口罩贵又不容易买到 因此CDC会继续建议 任何口罩都比不戴口罩来得好 尽管这波Omicron轻症者较多 但专家说最好还是要避免感染 因为确诊数飙高 代表从绝对数来看更多人会重症 且可能还是会传染给其他人 Omicron的长期影响也还未知 治疗药物目前仍短缺 欧美医院已经塞爆 高感染率也会给病毒更多机会突变 请新闻综合报道 浙江宁波拆二楼的围建 不过一般民众看执法人员都要爬上来了 居然动用了手中的平底锅和青菜 攻击执法人员 站在二楼阳台 为了抵抗拆除人员执法 浙江宁波的这户人家 拿平底锅做事扎人 另一名夫人则拿起一把青菜猛灰 站在梯子上的执法人员只好先暂停 住户最后连怀中的孙女都用上了 娃儿吓到一直哭 这时执法人员利用一边没有人破窗而入 镜头转到山东济南 同样是围建 这片山坡地有数千栋围建别墅 树立在泰山山脉半山药处 这里还是重要的生态和水源涵养区 2007年起 这片围建怎么拆都拆不掉 甚至还扩建 如今终于要拆了 多台挖掘机同时作业 正在对天井院子内的数十状尚未完工的别墅进行拆除 多名城管执法队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由于围建的数量过于庞大 拆除作业预计十天 当地的老百姓笑称 几十年明目张胆的丁子户 终于要拔了 TVBS新闻 谢贤锡 陈向如综合报道 追踪第一线 今天加入现场的是TVBS北京特派陈运文 现在北京的疫情可以说是千房万房 还是被Omicron病毒给攻破了 现在当局在追查病毒怎么来的 很多人认为是海外的邮件 连快递员都要被隔离 而现在北京冬奥就要登场了 究竟要如何防控来阻止疫情持续扩散呢 交给运文 新冠病毒的Omicron变异株是杀入了北京城 而这个感染个案呢 他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银行白领 而他的在发病确诊之前的足迹 是涉及到多个百货公司 商场跟精品店 虽然各界其实蛮恐慌的 那我们来看到是这名个案 他已经打了三剂的科兴疫苗 但是依旧被突破感染 而他的工作地点跟居住地点 都在北京大学附近 现在这两个比较高风险的地方 都被封锁起来 并且进行相关人员的核酸谱筛 而根据目前消息指出 在初步的判定来讲 他的住家跟他的办公区域的 核酸的环境采样的样本 都是呈现的是阳性反应 但其余的足迹的环境采样 则是阴性的 而这名患者他在近期都没有离开北京 所以他的疫调上面 这源头在哪是更加的重要 而目前初步判定疑似可能跟这个海外邮件有关系 因为他是一名在银行的国际部上班的员工 而他的这个帮他送信的快递员已经被隔离起来了 并且官方也再三的呼吁大家呼吁北京市民 所以非必要就不要收一些海外的国际信件 或者是快递来增加染疫的风险 那我们再看到是因为他感染的是Omicron的变异株 是传染力比较大的 所以目前在北京像是雍和宫等多个这样大型的寺庙景点 通通已经关闭了 所以在春节期间的宗教活动势必也都会暂停 而同时官方也公布了最新的防疫要求 就是从这个周六开始进到北京的人 必须在三天之内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另外可以看到的是在北京的中小学 这周本来是寒假前的最后一周了 但是有多个学校都发布通知 从这周开始从今天开始就不用到学校 剩下课程改成是居家的线上教学 我们可以看到是尽管说目前 只有一例的Omicron感染个案 但是北京当局是非常的严加戒备 就是因为这个北京冬季奥运倒数半个月了 我们可以看到是日前这个副总理刘鹤 在赤潮时就提到说 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以及坚持动态清零来保障冬季奥运会的举行 不过这也是防疫大考验 有地表最大迁徙之称的大陆春运又要启动了 今年预计会发送旅客达到11.8亿人次 比去年同比增长三成左右 大陆官方说现在Delta病毒和Omicron的双重挑战 这春运要如何把控疫情呢 再交给韵文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走的地方就是北京南站 可以感受到是现场尽管是大车站 但是现场的车潮人流并不多 有点冷心 而且就在北京南站前方的入口处 有一个是核酸的采样的点 就是可以随时来做核酸检测 所以感觉出来今年的大陆春运 笼罩在一个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 而从今天开始就是春运的第一天了 从今天开始到2月25号 一共长达40天 是中国到年度的重点的大规模的人群迁徙 同时从今天开始可以来订购的是 除夕当天的车票 我们就来看到是根据官方的预估 在今年整体的旅客的发送量 预估可以达到约11.8亿人次 平均每天是2950万人 而这数字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成5左右 但是是比前年下滑了20.3% 更是比疫情之前2019年的春运 是大幅下滑了超过6成 尽管说今年春运能够提供的位置是更多的 但是这个疫情所增加的不确定因素也更多 我们就来看到是现在在中国大陆 不只有Delta的变异毒株在流行 也出现是Omicron 而且Omicron不仅在北京天津出现 也在广东深圳也首度出现传播了 像是昨天一整天 全中国大陆的新增本土个案 又是超过百例 让各界是相当的戒备跟恐慌 那我们来看到是因为这个疫情 所增加的春运返乡出游的 不确定因素之下 也做出一些购票的调整 像是会延长网路售票跟改票的业务时间 并且会开放是全天后都能够进行 这个车票的退票 最后来看到是在订票的系统上面 也会增加是你出发地 跟目的地的防疫政策的详细的提醒 希望旅客在出门之前 能够做好相关的准备 好 确实现在距离农历的新年越来越近了 大陆的年节商机也进入了最热的阶段 年菜就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不过在疫情之下 其实预制年菜在大陆非常的夯 甚至有餐厅推出了送厨师到你家做团圆饭 收费在人民币500到800元左右 过年期间价格还会涨上一倍 而今年大陆最受欢迎的年货 就是这位潮汕牛肉丸 根据大陆电商惊动的数据显示 在1月的前两周 潮汕牛肉丸的网购数量就冲上了25万件 而且它也被入选为北京冬奥餐厅的制定彩色 热汤里翻滚的潮汕牛肉丸 弹牙紧实 一口咬下还保有鲜嫩肉汁 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广东小吃 透过当地食品加工厂 产现作业 推广到大陆全国 更成为最受欢迎年货之一 这条生产线每天的生产规模能够达到15吨 从新鲜牛肉由机器搅拌成肉泥 再到成型包装 产线上工人忙个不停 年节前本来就是潮汕牛肉丸 销售忘记 今年这位地方小吃又被入选为冬奥菜色 为了赶制给冬奥餐厅 工厂更忙了 根据大陆电商京东数据 2021年的年货季 潮汕牛肉丸荣登最受欢迎广东年货 而今年1月前两周 潮汕牛肉丸光是网购销售 就冲上25万件 近期大家采购年货节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涨 尤其是潮汕牛肉丸同比增长达到70% 卖得越好 企业生产更要加速 现在当地牛肉丸工厂都在家人收赶订单 现在是他们一年当中生产最繁忙的时候 要30多个包装工人同时在这里作业 日夜不停的进行发货 那每天早上呢 目前他们要有8到9吨的新鲜牛肉送到厂区 每天要制成大概10吨左右的牛肉丸 发往全国各地 潮汕大大小小的牛肉丸企业 有3000多家 当地牛肉丸及火锅产业产值超过人民币100亿 有了入选冬奥菜色的名声加持 搭上年节 估计今年销售将更亮眼 当地还把牛肉丸产品做设计改良 推出不用下水煮打开就能吃的零食 牛肉丸既能入菜上桌也能当作年货零食 随着春节逼近重视农历新年的大陆 年菜市场也进入最热阶段 疫情之下有餐厅推送厨师上门现做团圆饭 全家人解放双手不用进厨房忙东忙西 厨师上门做年菜可以连食材都帮你买好 一次收费人民币500到800元间 过年价格有的还会翻倍 我把所有的时间可以留出来 跟朋友可以坐下来聊聊天 可以更轻松 口味也非常专业 跟饭店也差不多 而且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定制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除了打包厨师做年菜 买现成的预制年菜依旧是主流 除了餐厅饭店抢供这块市场 超市推出人民币499到888元的套餐 同样热卖 整体的预定量对比去年同期 大概有一倍多的提升 截止到目前 我们在菜品的品类上 做了整体的更新 大概是有去年同期的 四倍多的菜品的品类和数量 在疫情影响下 大众改变了部分过去年节消费习惯 也让预制菜厨师豆腐 这类服务在年节市场中 趁势崛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大陆本土品牌的销售 也突飞猛进 尤其是美妆品牌 因为性价比相当高 新很多年轻人爱用 而多家的日韩美妆 也不敌大陆本土品牌崛起 陆续撤出了 像是大陆在地的老牌子 百雀林 在这股风潮当中成功转型 挤身全球第15大最有价值的美妆品牌 深蓝色的金属扁盒 这是阿嬷时代的护肤品 中国大陆第一个美妆品牌 整整走过了90多个年头 大家都知道原本记忆当中 那个小蓝罐吗 就是妈妈在小时候 就会在撕开锡纸抹在我们的脸上 在美妆护肤品的战国时代 老品牌要是只靠着原始产品 恐怕很难不被浪潮打败 阿嬷品牌要大翻身靠的 正是发扬东方植物的疗效 因此在中国大陆成为热门商品 光是2019年的双十一一天 就创下8.56亿人民币的 惊人销售数字 2021年在全球最有价值美妆护肤品牌当中 也是挤进第15名 更是仿上唯一的中国大陆美妆品牌 我目前是公司的质量安全负责人 所以在某些事情上 可以对我们的产品适应一票否定选 对我们质量的来人来说 它是不能容错的 还是有个别的消费人是不满意的 但是就说真的我们这个消费人不满意 其实他们并不是说 我达到9.5就好 其实0.5%对我来说都是风险 老牌护肤品招牌不能砸 严格的品管是必要 同时也特别针对亚洲民众的肤质做研发 另外一个历史更悠久的老品牌上还佳化 前身是有百年历史的香港药局广生堂 过去20年来 主播把医疗概念给帮进护肤产品 其实我可以大胆说 一言共创这四个字是我们的预则来定义 2003年到2009年 我们花6年时间 调研了1386例领床测试 推出了一款产品 很明显定的 包括推进医疗的幅度和一方质量 这些我们都有文件的发表 不止钻研护肤 上海家化更跨足到家用产品 透过多元的经营方式 稳住了百年招牌 这种创新呢 一个就是在它的这个品牌里 里边呢 增加新的这种产品的含义 和产品的内容 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同仁堂 到乡村 这些那都是百年以上的品牌 但是他们现在也创造了很多 适合年轻人的这样一些产品 来更好的适应 现在消费市场的这种芯片 老品牌抓住了时代机遇 2020年中国大陆的美妆市场规模 超过两兆台币 不只是百年品牌忙着转型抢商机 本土的新兴品牌也有如雨后春 损吸引自己时代用钞票支持 会在口红上面雕刻一些东方的爱情故事 还有它的包装上也会体现一些 传统的民族工艺 这些和国外的品牌相比 我觉得更有韵味 中国大陆的本土品牌快速成长 也严重冲击到平价的日韩美妆生存 南韩最大美妆品牌旗下的Innes Free 甚至关掉在中国大陆发城的实体店面 中国品牌的彩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特别是年轻人的认可 是在产品本身的包装上 还有它构思上 都融入了极大量的中国传统化的元素 所以一旦这个产品在设计功能上 符合它的认知 在文化上可以和它产生共鸣 它一定会愿意去选择的 大陆国货开始崛起 美妆品市场上机强强棍 根据2021年的化妆品研究报告显示 截至去年11月为止 中国大陆有高达9万家企业 参与美妆制造 融资额达到150亿人民币 大量的业者积极参战 预计中国大陆的美妆市场 很快就会进入一场激烈的淘汰大战 TVN新闻 总部报道 而疫情之下改变大家的消费习惯 外卖和电商平台的相机更大 而南韩很多实体店都黯然熄灯 南韩媒体就观察到 像是连锁素食店肯德基 跟日本品牌UNIQLO 近十多年的南韩首间门市 都拉下了铁门 而百货零售服务业者 也把服务转移到线上 更新起了无人卖场 搬家公司人员忙着将招牌等物品拆下来 这件肯德基炸基中路店 1984年开业 是南韩国内第一间创始店 却在今年1月2号席登 开业38年走入历史 이전부터 시작된 서울 종로 상권 위축이 코로나 사투리 가속화하면서 수익은 줄고 비용만 늘자 결국 폐점을 결정한 겁니다 역시 지난해 12월엔 롯데가 롯데월드 몰에 있던 자체 외식 브랜드의 첫 매장 빌라드 샬롯 1호점을 닫았고 같은 날 대형마트 홈플러스의 1호점인 대구 북구 칠성동의 홈플러스 대구점이 24년 만에 폐점했습니다 과거에 입지에 기반한 손님을 기다리는 오프라인 기반의 소매업이 이제 붕괴되고 있는 거죠 미래 비전이 없고 계속 비용이 많이 들기 때문에 유지가 안 되는 거죠 对于 린시优舌的 全国联소品牌来说 이화店的象征意义很大 但是随着疫情下的消费习惯改变 外面和电商平台的扩大 实体店也只能 암然熄灯 像这位大学生一样 不用出门只要依赖手机 搞定11住行的人 实在太多了 也难怪 实体店难以生存 비 대면 서비스는 하나의 주류 서비스로 등장할 것이다 주객이 바뀌는 그런 현상이 벌어질 걸로 예상합니다 过去长期霸占 零售业 기的 热帝和新世界两大集团 也纷纷缩小 实体店铺规模 既然顾客不上门 有的商家 干脆连电源都不请了 只要扫QR Code进门的 无人卖场正在南韩新奇 所有的社区超市 也开始设置 不需要店员的自助收银台 加装防止未成年人 购买烟酒的保安系统 但相较于 购物商场无人化 带来的便利 金融交易的无人化 使得实体银行的 就业机会大大减少 南韩银行过去五年 关了七百多家 光去年一年 就关闭超过两百家 一千五百多个职缺 跟着消失 银行顾着生存 没有把公众利益 考虑进去 过去被视为金饭碗的 银行行员工作 不再有优势 新冠疫情下 无人化服务成为日常 网络银行崛起 实体银行退场 不转型 只会被淘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疫情之下 法国知名的巴黎 圣母院历经火灾之后 游客想要一览无遗 其实更加的困难了 不过现在靠着VR技术 就可以清零圣母院了 在法国有团队 设计出了VR实境的体验 游客们戴上VR眼镜 不但可以入内参观 还可以穿越时空 到中世纪 来场听觉 视觉的沉浸式饗宴 而美国跟加拿大的民众 现在最流行玩的是 一个线上的拼音字游戏 成为每个人 每天的例行公式 甚至还出现了 很多的山寨版APP 但你一探究竟 究竟有什么魅力 当今最夯的线上游戏 WATO 你玩过了吗 没有复杂的指令 或监色的玩法 而是把人人都能 小事伸手的拼字游戏 重新包装 玩家有六次机会 猜出有五个字母 拼成的英文单字 并且一天只限定 玩一个字 专家认为 在疫情期间 玩这游戏非常合适 随着大家纷纷在社群平台上 PO出自己的战机 全球玩WATO的人 已经扩散到数百万人 就在WATO爆红之后 也随即掀起了一股跟风 苹果公司在这时站出来 把山寨版APP统统给下架 确保全球粉丝玩的 依旧是每日一字版本 这个观点 让桌游咖啡厅业者 相当认同 疫情年 遁入虚拟世界 是很多人 排险日子 转移注意的方法 法国人也有线上文化之旅 戴上虚拟实境VR头套 忐忑又兴奋 因为映入他们眼中的 是实体世界中 想看也看不到的 巴黎圣母院 每年吸引 一千三百万游客 造访的巴黎圣母院 自2019年发生 严重大火后 一直闭管整修至今 预交到巴黎 举办奥运的2024年 才会重新对大众开放 当展开这场45分钟的 沉浸式体验 除了能置身 正在举行仪式的 教堂内部 一堵圣母院周遭 重新打造了 中世纪人事物 还能登上 钟楼的顶端 眺望整座城市 就连巴黎圣母院的主教 也来亲自体验 这个由法国一间新创 花了两年多时间 打造的虚拟巴黎圣母院 一张门票30欧元 和台币一千块左右 再过不久还要遗失纽约 罗马和莫斯科举办 科技与艺术的交汇 也正体现在NFT数位艺术品上 2021年全球的NFT销售额 飙上250亿美元 和台币超过6800亿 已经等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要用来实现脱炭的经费数字 但也有虚拟世界 无法满足于取代的 就是万人一起 呐喊加油的临床感 美式足球超级杯 下个月13号将在洛杉矶 7万个座位的新体育场举行 届时将不限制入场人数 让满场观众 重温体育赛事爆棚的热血 特别新闻的综合报道 随着元宇宇宙的议题 在2021年迅速的增温 2022年热度持续上升 加上ARVR装置的 出货数持续的增加 势必会带动市场 创造更多的虚拟实际应用内容 全球包括台湾的科技大厂 都已经超前部署 为下个科技世代做准备 这样带好了吗 可以可以 好 带上这M1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没有坏台车子 然后可以稍微走进 走进里面的内部结构 其他人肉眼看没东西 但戴上这机器 一台跑车就在你面前 全球第一台结合5G 及M2混合实镜头盔 正式亮相 距离实现元宇宙再进一步 只要戴上这个眼镜呢 就能进入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这个M2眼镜呢 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心非常的薄 跟以往印象中都不太一样 现在月宇宙话题持续发烧 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 都在持续进化 不只是话题而已 近年来MR AR VR装置 出货量成长加速 许多装置及应用 不断推陈初心 市场创造套用 更多虚拟实镜内容 已经不再是嘴上奖匠 它的设计是采用分离式的设计 它的眼镜的本体 跟电池是分开的 所以它眼镜的本体 重量可以非常的轻 那装置呢 是元宇宙的入口 那为了让更多使用者 可以更轻松的 进入元宇宙的世界 云端渲染透过串流技术 可以支援各种装置 那5G网路和边缘运算 才是重点 首创开放式边缘运算 透过5G专网提供立体串流服务 将求及时逼真 且稳定的虚拟互动 从细节一步步 为元宇宙搭起出行 对元宇宙布局已经准备相当久了 已经准备了5年的一个布局的时间 那今天已经来到了第6年 那透过5G的结合 可以让整个头戴装置 在体验上面的感觉更加的棒 那其实这样不同的一个装置 带给消费者跟应用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举例像所谓的VR 完全沉浸的一些gaming 这样的体验 或是说一直有一些虚拟导览 那但是像M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扩增实境 它会跟现实的这个场域环境 是产生互动 被视为下一个世代的网际网路 元宇宙市场成不能轻忽的导向 根据市场研究报告 2021年全球虚拟实境应用内容 市场规模达到21.6亿美元 而到了2025年 将上看83.1亿美元 年复合成长率为40% 其实合作 大概从5年前开始就感受到市场很大 所以这部电脑我们出货也是几百万台的 VR 这种产品 尤其这一年感受特别深 因为它的应用几年前都看视频玩游戏 现在后来什么工业 医疗教育 那现在最热就是社交媒体 KTV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感受到这股力量 我就一波一波来越来越快 而且一波来越猛 所以大家本来由怀疑到现在完全相信 其实原理就是应用的下一代 那VR等于要接手机的下一代 台湾各科技产业无不摩拳擦掌 HTC更在电信通路门市 打造5G XR体感专区 展示技术装置 脸书Meta 微软及Google 几乎全球科技公司都加紧脚步 为元宇宙浪潮做好准备 知名分析师郭明奇更爆料 苹果已在为第二代MR头盔做准备 外型跟处理器都将全数升级 预计2024年登场 生产量能上看千万台 那这个毕竟在商业上面来讲 它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下一个世代 你要说雪头也好 你要说目标也好都是 然后再来是在这个技术上来讲 你只要如果是能真的能 推出类似这样的宇宙服务的厂商 而且你有成功推起来 那你势必就是一个下一个霸主 可能像当年的脸书 你可能像当年是像苹果 可能都是这样子的蜂巢起来的 迎接2022新的一年 元宇宙热潮不退 不止话题 相关食物技术也在持续扩张 六月新闻张志安 从月台北采访报告 北东地区北部除了有大雪 南部还有龙卷风角局 佛州还有乔治亚州 南卡州周日都遭到强度达到 EF2级的龙卷风袭击了 很多民众都拿起手机拍下 这漏斗状的巨大龙卷风 快速行程并且逼近的一刻 而龙卷风造成了四个州 共有25万户一度停电 而北卡的机场也取消 当天超过九成的航班 相当于1200架次的航班了 而佛州的拖车公园 也有50间的移动式房屋 被夷为平地 好险目前还证实没有传出伤亡 东江海底的火山爆发 远在一万公里外的智利 北部海岸甚至出现了 两公尺的大浪 而同样位于南美洲的秘鲁 虽然海水只有上升20公分 但湘本没有发出事前警报 导致海浪冲进了餐厅和民宅 卷走了两人 有两个人丧失性命 大浪来袭海水灌进秘鲁沿岸重镇 转眼水深已经极西 秘鲁人急着开车往高处避难 东江外海的海底火山爆发 在秘鲁观测到20公分的海啸 可别看海水长得不多 大浪冲进沿岸的餐厅和民宅 不只让车子灭顶 还凑成两人死亡 距离东家1万公里远的南美智利 部分地区同样响起海啸警报 只见智利人大出逃 因为当地可是观测到 逼近两公尺的海啸 大浪也袭向纽西兰 港口无数船只翻覆 民众怒控警报没有响 很多人等到大浪打篮才知道 只是纽西兰总理阿尔登 担心的却是东家的情况 日本也首先夜间广播紧急撤离民众 日本北支北海道南道冲绳都发布海啸预警 冲绳的纳坝石原岛还有距离台湾 只有108公里的云纳国岛都观测到20公分高的海啸 日本各地灾情频传 日美统计至少27艘鱼船翻覆 还有两人受伤 日本人心中也再度兴起对海啸的恐惧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国际线最近消息 俄罗斯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培斯科夫接受访问表示 由于俄罗斯跟北约的关系紧张 有必要要派驻士兵在乌克兰的边境 培斯科夫说北约越来越靠近俄罗斯的边境了 批评北约拒绝承诺不会让乌克兰加入 以及不会在乌克兰境内边境部署武器 他说这两点是俄罗斯的底线 所以俄方现在要采取措施来回应 北约集结的军令和演习 而且坚实不会撤走在边境的俄罗斯10万大军 但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军队还没有入侵俄罗斯境内 美国白宫周日宣布 总统拜登将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这个周五21号举行视讯会议 而预期他们会讨论两国的经济安全等议题 并且也有意要图写 美日同盟彼此紧密的力量 而白宫的声明当中表示 拜登和岸田这场会谈会讨论抗疫 以及气候变清议题 推动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 其中也包括扩大与印度和澳洲的对话 四方安全对话的合作 不过日经亚洲报导认为 双方可能会来讨论共同使用设施 包括了在西南诸岛的储备军火 以及美日共用跑道 三十五万元